凡登陸 摊案兼敵 又或是步槍基礎射击 实战化训练只靠志愿役还不够 义务役后备战力 势必得不足提升 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决定 从2024年起 恢复一年级的义务役 四个月军事训练役 2024元旦后走入历史 正式重回一年一期 对象锁定 2005年1月1号后出生的义男 首帖600名义男将在1月25号入伍 接受围棋两个月入伍训 除步枪射击 课程还将增加行军 野营等 和44周部队训 进而投入一年一度汉光演习 传统的刺枪处训练 将进阶调整为近战格斗训练 并且依政府的需求要增加刺针飞弹 标枪飞弹 红准火箭弹 无人机等新式武器的训练 义务役官士兵 他本身就是一个合格的步枪兵 他可以担任 摊案守备 承证守备任务 那只要给他比较好的一些通讯设备 机动设备 其实他还是能够发挥战力的 陆 海 空 各军种都有佩服原额 关于2月份的训额所包含的军种 也会跟议政司去做紧密的协调跟确认 义务役扛起防卫重责 政府要做最强后盾 月薪更显著提升 入伍二兵每月本缝 一万一百三十元 下市调增至一万两千四百七十元 稍微责为三万一千两百元 依据专长 加上专业加起后 远远优于军事训练役 薪资条件 两岸情势严峻 自我强化国防战力 迫在眉睫 进行为谢谢谢宏睿 采访报道